大雪山 大伦寺 大伦冥王 土宝国师 揪魔智 揪魔智作为天龙八部中 一位出场次数最多的反派 不但没有招人恨 反而很多人都很喜欢他 揪魔智痴迷于中原武学 一心想成为天下第一 来到中原后 四处上门踢馆 闹出了不少笑话 要知道揪魔智的武学天分非常高 简直是学霸 武痴的级别 成名武功就是自己的火焰刀 火焰刀说是刀法 实名乃是掌法 能将内力临近于掌缘 将其送出 与六脉神剑十分相似 威力丝毫也不差 而揪魔智还用此掌法与慕容伯交换 换回多门少林七十二绝技 然而揪魔智比较弹心 不满足于这些武功 开始从吐蕃转战中原 不远万里来到大骊天龙寺 揪魔智出场正式 激激浮夸 天龙里面唯有爱听徒弟拍马屁的新秀老仙丁春秋 可以媲美 揪魔智在天龙寺众僧面前 相互展示了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 年花指 堵罗叶指 无相截指 三种绝技威力惊人 震慑住了众人 一看众人傻眼 揪魔智才到处来意 原来是想用这些少林秘籍 交换大理断世的绝学 六脉神剑 可惜被无情地拒绝了 然而揪魔智早就被慕容伯洗脑 知道六脉神剑有多牛 他当然不会就此收手 烧了剑谱也没关系 他直接绑架学会了六脉神剑的段玉 将其带在身边 强迫他给自己背出剑谱 九七版天龙八步中 段玉故意将剑谱顺序颠倒 又真真假假的乱说一通 揪魔智竟然练成了六脉神剑中的少泽剑 不得不说 这一天分已经很高了 揪魔智又从姑息王家盗取了 逍遥派的小无相公 机缘巧合之下又从犹坦之那 抢走了少林绝学一金金 拥有那么多绝学的揪魔智 不算最牛 怎么说也是个武学奇才 为何在少林寺里被虚逐 疯狂打脸呢 其实揪魔智拥有那么多武林秘籍 这让他感觉整个人都站在巅峰 当初打慕容副之时 更是口出狂言 不输慕容 原来只不过是浪得虚名 要靠一个女子从堂之地 揪魔智还直接秒了慕容副 说慕容副浪得虚名 实际上在当时揪魔智的武功 已经远远高于慕容副了 当然慕容副不够被他打了 在电视剧之中 揪魔智和乔峰在巨贤庄对战 能慕容如此菜 狂妄自当的揪魔智 更不会将和他齐名的乔峰 放在眼里 可惜却在这里返了车 被乔峰打得气血翻涌 强撑者跑到门口无人处 吐了一口血 光疗伤都用了13级 其实在援助中 乔峰与揪魔智并未直接交手 而且论武功实力来看 揪魔智应该不会弱乔峰很多 而揪魔智到少林寺 完全就是炫耀 在一众少林僧众面前 展示出少林绝技 并少林绝技将几位高僧打伤 不得不说是出尽的风头 连少林方丈玄辞 都不得不夸他一句 只是揪魔智的少林绝技 搭配逍遥派的小无想弓使用 被信任逍遥派掌门虚逐识破 因此两人之间展开了对阵 要知道此时的揪魔智 身怀火焰刀 小无想弓和异金金等神弓 比虚逐的奇遇差不到哪去 而且揪魔智还有很多实战经验 可惜他却最终输给了虚逐 一方面是揪魔智轻敌 他有些小看虚逐 揪魔智原本就是想要在少林中 大方光彩 在江湖中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 所以非常嚣张跋扈 不过他当时的实力 也确实有很大的进步 少林寺当时在场的高僧 几乎无人能敌得过揪魔智 所以揪魔智完全不担心自己会败 看到虚逐出口指责时 他只想侥训虚逐 完全不把虚逐放在眼里 因而轻敌之后 打不过是很正常 另一方面是因为异金金造成内伤 揪魔智在练异金金的时候 急于求成 虽然练成后让他实力大涨 可是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内伤 只在对战普通人时 或许不怎么样 可是虚逐同样也是一流高手 受了内伤的揪魔智 必定不是对手 这一点在藏金阁中被小弟僧指了出来 揪魔智很大程度上 还依然着小无相公来催动少林绝技 而且他在和虚逐的对阵中 一开始双方便是用小无相公再交手 然而小无相公可是校友派的看家本领 虚逐这个得到校友派众多传承的人 想要抵抗小无相公 那也是情而易举 所以在武功使用的方面上 揪魔智的小无相公完全被虚逐克制 因此也就打不过他 在这虚逐身间逍遥三老两百多年的内力 外加北冥真气护体 再加上天山六阳掌 天山折眉手众多绝技 打音揪魔智也是很容易的 新修版中乔峰将祥蒙十八掌传授给了虚逐 还告诉他 任你学的武功再多也没用 前提是只要把一两种神功炼至大成 就可以傲视天下 揪魔智就是太弹心 不明白贪多嚼不烂这个最简单的道理 而揪魔智的贪得无眼 导致他什么武功都想学 学不到就偷学 但是山外有山人物外有人 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整个天龙八部中 揪魔智绝对说得上是顶尖高手 但是实际上天龙八部中的高手众多 有太多的一流高手 揪魔智打不过虚逐是必然的 因为他已经偏离了武功的本身 虽然强行修炼了易金金小无相公 但最后也只能走火入魔